小兔说电影 只为精疲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安小兔 如果有一天你得了绝症 医生告诉你 没几天好活了 有啥心愿赶紧安排上 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 我估计一般人吓都吓死了 哪还有空许愿 但今天咱们故事的主角不仅许了 还许了一个让身边所有人都很尴尬的愿望 阿维是个可怜人 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七位缩厕所硬化症 癱瘓三年 浑身上下能动得只有两个头 有时候他会在被子里留下青春的痕迹 医生以为他已经到了大小便失禁的地步 让他的父母做好心理准备 面对消息 两人自然悲痛不已 但可怜天下父母心 他们想让孩子走得安详些 便轮流来打探孩子的愿望 可不管父母怎么旁敲侧击 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 看来问是问不出结果 那就只能猜了 这天父亲带着阿伟去公园 他望着远处的小姐姐目光炙热 而父亲则以为他是羡慕那些行动自如的人 想跟他们一样自由奔跑 所以他决定帮孩子完成这个心愿 当晚他看到一个父亲推着儿子参加马拉松的视频 大受启发 第二天一大早就精神抖擞的出门锻炼 结果出世未竭 腰心闪 即便如此 他还是每天坚持锻炼 风雨无阻 感觉万无一失之后 父亲带着儿子参加了马拉松比赛 他倒是爽了 而阿伟这个路呀 哪真是苦不堪言 尾气口水塑料袋 花生瓜子啤酒瓶样样都往头上招呼 最后父子俩都顶不住了 一个半路晕倒 一个在山沟里面面壁无人问津 直到半夜才被路过的司机发现 后来呀 这事上了热搜 标题是 父母人面受心 狠心遗弃残疾儿子 新闻正好被阿伟的两个好兄弟 大头和小强看见 两人来到医院 得知阿伟命不久矣 小强很郁闷 朋友都快死了 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他讨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他想试着满足一个将死之人的愿望 大头说 电影里的主人公死之前都要去看看大海 你想想 阳光沙滩兄弟情 是不是有那味儿了 可现实却是 寒风冰雪和一滴垃圾 父母和朋友们的反常行为 阿伟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也确实有个心愿要去完成 但是他开不了口呀 因为他的愿望是 这是一个全身瘫痪的男人 他有个愿望 希望能在死之前 堂堂正正的当一回男人 两个好兄弟为了帮他完成心愿 问遍了周围的同学 还差点走在他前面 这么挨揍不是办法呀 既然同学志望不上 那就去找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吧 然而对方一听要去医院 都觉得这小子有病 实在是没辙了 小强甚至想到了大头的姐姐 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呀 建议大家把好兄弟打在宫廷上 总之 他俩想起各种办法 还是没能完成阿伟的心愿 走投无路的两人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繁锁房门拉上窗帘 戴上手套 一切准备就去 来吧 就在大头动手的时候 厕所门缓缓打开 安慰的父亲走了出来 目睹了这尴尬的一幕 两人只好坦白了一切 本以为又是一顿独打 但父爱如山啊朋友们 为了让儿子不留遗憾 老爸决定亲自出马 世界上只有男人最懂男人啊 三人来到高级会所 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他们被赶出来的时候 正巧碰上了阿伟的老师 第二天 老师亲切问候了大头和小翔 昨晚的情况 但事关兄弟的尊严 两个人死都不肯说出原因 好在阿伯的父亲及时出现 向老师说明情况 老师听闻此事感动不已 没想到这俩小子还挺讲义气的 既然如此 我这当老师的也该尽些绵薄之力呀 原来他是这里的VVVVIP 这点要求还是能满足的嘛 回家的路上 老父亲兴奋不已 大头小强也表示 一定要出份份子钱 这是作为兄弟最后的祝福 他俩一个打工攒钱 一个卖了老爸心爱的球杆 把阿伟打扮得人模狗样 今晚他终于要长大成人了 终于到了成人里的夜晚 一个女人缓缓来到医院走廊 推门而入 他问阿伟对他满意吗 三人同时点头 好戏开场了 两人在门口焦急地等待 大头还想在外边偷听 没想到大半夜的 阿伟的妈妈突然进来了 他俩当然拼死拦住 这却让妈妈更加怀疑 眼看他就要推门而入 爸爸及时赶到 挥出了名为父爱的致命一拳 为了儿子 这位父亲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 好在最后 阿伟终于完成了心愿 小姐姐很同情他 所以只收了路费 把剩下的钱还给他们 转身离开 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白嫖 然而这时 大头突然鼓起勇气 追了上去 那天晚上 阿伟悲喜交加 他终于长大成人了 但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兄弟们彻夜讨论着对成长的体验 而一旁的老爸 却因为以下饭上被老妈关了禁闭 妈妈说 如果你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以后你就别再碰我了 爸爸则表示一定会把秘密带进坟墓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阿伟一顿虚弱的连眼睛都睁不开 父母和兄弟们正帮他准备生日 而他的脑中满是幸福 恍惚间 他想起老爸气喘吁吁地推着他跑步 阳光刺眼温暖 想起老妈请来了他最喜欢的篮球明星 想起两个好兄弟带着他去看海 阿伟由衷地感谢这些爱着他的人 因为他们的存在 死亡变得并不可怕 终于该来的还是来了 大头小强参加完阿伟的葬礼 站在门口默默流泪 老爸给了他俩一封信 上面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那是阿伟在生命最后时刻 对他们的美好祝愿 电影结尾 众人又参加了一次马拉松大赛 相信他们会带着阿伟的那份 好好活下去 这部电影讲的是生死 却用了一个奇怪的角度展开 里面有青春 有成长 有亲情和友情 唯独没有对死亡的恐惧 和对生命的消极 我们中国人很忌讳谈死 好像你不说 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一样 但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死亡当然可怕 可带着遗憾和痛苦的死亡 更加可怕 阿伟死了 但是他很幸福 他的愿望简单 朴实 而且伟大 而有些人可能到死都不明白 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你问我要是面对 和阿伟一样的情况 会许什么愿 嗯 我会留下四个大字 哎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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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